大家好,我是Mr.Edmondso 今天我会为大家讲解HKTSC Sample Paper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Session B,Question 39 这个paper可以在考评以下这个网址找到 请留意画面的讯息 如果你是未掌握我做这期视频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确地使用此视频 请你放置画面 否则我们可以继续 好,Reference Page整理知识 今天要讲Geometric Sequence 就是等比数列 是什么呢? 2,6,18,54 这个已经是等比数列 每一获都是乘3 我透过这件事去引申等比数列的general term 因为每一获都是乘同一个比 OK 第一项就是a 即是首项 没有东西说的 第二项就是a乘1个r 和旁边的乘3 相似 第三项就是a乘2个r 和旁边的乘2个r 第四项就是a乘3个r 你会发觉2,3,4,4 都乘2,3,4 都乘2个r的数目 都是刚刚差1 如果去到第n项 那我们就乘2个r 那我们就乘2个r 就是a乘2个r 就是有一个分数的 就是等比级数的 就是将它加起来 好了 sn就代表了加数 我展示给大家看 那么我有个方法呢 就可以推敲一下 一条色出来 那我就要它减回 就不是减回sn 就是减回r乘2sn 那你会发觉 上公a n那么多项 突然间成了r 就会退下来 为什么我要退到那么靓呢? 因为如果是减的话就互相抵消了,最后就只有A-ARN 因为上级是0-ARN,当然就是负ARN OK,LabHandSide那边,SN-RSN,有CommandFactor,抽出来就是1乘R乘以SN,即是SUM OK,最后就是左右手除以1-R,就成为首N汉之和,即是等比数来首N汉之和 OK,还可以玩,如果那个公比,R是由于-1与1之间,即是0.2的数 当这个N越多的时候,RN就会逼近0,情况就很简单 你把0.9开2163次,和把0.9开2164次,你会发觉 2163次都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在这里 你再乘多个0.9上的计数就告诉你,答案是0,这是近似值 原则上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可以吗? OK,即是说RN最终会逼近0 OK,根据这件事,我将RN replace with 0 即是无限项之后,就会出现了1 over 1-R 另外呢,稍后我们用到那条颜色,那条颜色和刚刚正的颜色 就是分子分母同时间乘负1,就会出现后面这条颜色 A乘2RN-1 over R-1 OK,这条颜色当然是被你用来写了,然后留下来做温习 好,第39,我们进气浴了,第39呢,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年内12个月就不断的入P那么多钱 那我就介绍了一件事叫timeline 那时间永远都不会由1开始,时间永远都是由0开始的 可以吗?因为你都不会有用0点几秒起步 对不对? OK 那么0开始的话,每一次开始,其实就是每一个月的开始 T等于0的时候就是1月开始,T等于1的时候就是2月开始,T等于3的时候 T等于2的时候就是3月开始,T等于11的时候就是12月的开始 可以吗?每个月入钱 那你一入钱那一刻就一定没有利息 那要等什么呢?等到一个月就有利息了 可以吗? 那由于每一个月的终结和每一个月的开始,其实是接着落的 那所以呢,我们就说了,T等于2月的开始也是1月的终结 OK 那当然啦,如果你是那年的第一个月入钱 月头入了钱,入了钱去到月尾而计福利息的话 那你的利息会计12次的 那它那个年利率呢 就是 年利率好像是6% 年利率是6% 那你没理由放一个月就收人6% 那就要把那个6%斩开12分 那才是恰当的嘛,因为一个月都是12分之一而已 对不对? 那把6%除12分就会出了0.005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利率 OK 那当然啦,我们乘就不是只是乘的利率,要乘回本金 所以是1加R的 OK 那 那搞定了之后呢 我们就写下这条息 那知道那些12笔钱加上就刚刚好 根据题目说就是1万来的 那第一时间当然抽它的common factor 那1加0.005当然是1.005 OK 好了,加完之后呢 那我把它排好看 让你容易看些 因为呢,我们用那条息 我们就用A乘以R N-1 over R-1 OK 成员再除外 就得出了我们最后的答案 就是 806.63 这个当然是近次值啦 就是每个月有800多元 好了 那如果你认识我的话 这条题目当然是讲完啦 但是我都通常呢 就会讲到等比数列呢 我都顺手讲完等叉数列的 等叉数列是什么呢 那25811就是等叉数列 因为每一锅都加3 那又是啦 第一项是首项叫A 没问题 那第二项呢 就是加那个公差 那就加一只D 第三项加2只D 第四项加3只D 那第N项就加少1只D 那所以呢 就是A加N-1只D OK 好啊 接着呢 等叉数列呢 都可以有吸数的 就是将它加上的 首N的等叉数列之和 就是等叉吸数啦 行不行 那第一个心呢 我呢 就由小加到大 第二个呢 就是由最后那项 加回到最头那一项 行不行 那这个是right hand side的情况 那这个是right hand side的情况 left hand side 心加心 当然是两个心 就是两个sn OK 那现在这里有多少项呢 有n那么多项 那就有n那么多多项色 那就是n乘多项色 那最后那部呢 就是左右手除以2 我们就会计算到 首N的等叉数列之和 2A加N-1 我们可以再刷一刷 就是A加2N加N-1D 咦 那真的是个通汉 通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是尾汉 所以我们又有另一条项 就是头汉加尾汉乘N over 2 这张卡呢 又是给你盯一盯 我来帮你温书的 好了 说到这里呢 都说了很久了 那就说完了 有什么问题 E-mail给我再见